哈喽大家好 我是熬夜通宵 一口气猛追了12集如意传的影帝他妹 虽然讯歌的声音有丢丢出戏 但演气及台词功底还是没话说的 比起吐槽 相信很多朋友和他妹一样 期待之更高 所以他妹顶着读过原著小说的傲娇脸 冒着被第一次剧透的风险 来跟吕琴如意传中的正反派嫔妃们 乌拉纳拉如意 本名乌拉纳拉轻英 是悲情正派女主 受姑母乌拉纳拉 遗休脸妹 被甄嬛打压 为他后宫立足讨好甄嬛 请其次名如意 如意与钱小四青梅竹马 渴望与其一生为爱一人 谁倒却被大猪蹄子 钱小四伤了心 自行断发 在冷宫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于贵人海兰 无二个他妈 是如意的患难好姐妹 也是最早看清钱小四乃薄情郎的人 如意死后 他活着的支撑除了八个 就是为如意报仇 高垮了令妃魏雁婉 而令妃魏雁婉 是弄死如意的终极大反派 是个阴柔妇媚 心狠手辣的女人 虽然最后因诬陷如意 被钱小四赐死 但乃是最大的赢家 因为他儿子 是下一任皇帝嘉庆 除了令妃 精神上给钱小四戴绿帽的 金玉言 也是个高段位反派 是北国金氏贡女 不爱钱小四 独爱北国世子 嫁给皇帝 只为母族谋利益 谋划太子之位败露后 被钱小四主骂贡品 最后被深爱的世子 和北国家族抛弃 绝望自杀 与城府颇深的金玉言不同 较早下线的高贵妃高西玉 是个思想简单的反派 把皇后陪嫁丫鬟 素链的坏主意 误以为是皇后的想法 所以临四千把皇后拉下水 是帝后灵心 还有如意陪嫁丫鬟 阿弱 被主求荣成为圣贵人 也是个让人想掐死的主 最后被如意亲手解决 本剧里的复杀狼话 不再是钱小四的白月光 而是表里不一的反派 表面温良贤淑 被狄里受金玉言挑唆 给如意是伴子 最后与皇帝生嫌隙 并死多年才解开误会 被钱小四追念 总之 如意传结局 起一个惨了得 虽然误会解了 但如意死后 也没能同钱小四死同学 因为钱小四想给他 生前想要的自由 希望来世能远离皇家 或平凡人家 一生为一人的爱情啊